第三百三十二集 雷之元气 以暴力而充满攻击性著称 他们要进入蓝色光合中 必须得撑开护体真元 否则体内脆弱的内脏经脉 根本经不起雷霆能量的洗礼 可是撑开护体真元 又如何能零距离接触雷之元气 感受其中的奥妙呢 什么 您也想体会雷之元气呀 行啊 下雨天的时候您报科数 千万别撒开啊 出事别找我 这也只有林明能全身心的投入到雷之元气海洋中 以这种方法来感悟雷之意境 就这样 林明静坐在蓝色光合中 这一坐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在修炼地之外 林明的杀戮积分每十天扣一分 已经扣了四分了 不知朝夕不知会数 林明几乎忘记自我 这几十天来他自己本身就化成了一缕雷之元气飘荡在天地之间 融入浩瀚如烟的元气海洋中 这是阴阳 林明默默地念出这两个字 原来雷之元气分为阴阳两种 阴阳相生相克 当阴性的雷之元气与阳性的雷之元气相互碰撞 它们之间迸发的闪光 就是雷电 所谓的电流 不过是阴性雷之元气与阳性雷之元气的流动 林明能感觉到体内邪神种子的乌影 他猛然睁开眼睛 双目之中闪过一道赤目的立光 就如同黑夜中的闪电一般 阴阳之力 这是雷霆之力的本源 林明抽出紫旋枪 紫电神珠一出 周围的雷之元气刹那间搅动起来 隐隐形成一道紫色漩涡 万年紫电神珠 本来就是雷之元气孕育出来的灵质 如今它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 如同蛟龙出海一般 整感紫旋枪都发出了兴奋的乌影 林明心中战意薄发 似乎有一股能量充斥在身体之中 不宣泄出来不畅快 去 林明猛然以枪刺出 然而这一次 包裹着紫旋枪的能量 不再是血印之印 而是炫目的雷霆之光 一丝雷之异境 就这样完美的融合在枪招之中 屠露 全身意志和潜力 全部灌注紫旋枪中 林明体内的邪神种子兴奋的呼啸着 邪神雷灵喷射而出 融入到紫旋枪中 那一刻 林明自己似乎就化身成了闪电 人枪合一 速度刹那间达到了恐怖的程度 空气力效 刺破虚无 死 一刹那 一道紫色的电光横贯长空 百里距离一闪而逝 天空仿佛被一道雷霆给分割了 林明与紫旋枪一起 化身闪电 搅动天地之间的雷霆元气 这一击的威力和速度让人惊叹 这一招 蒙然停下来的林明眼中闪过一道兴奋的光芒 以邪神种子为依托 调动全身真元与雷霆之力 灌注身体的全部潜能和意志 邪神雷灵融入枪尖之中 同时引动天地间的雷之元气 在一瞬间将能量和速度双双爆发到极致 这算是他自创的招式了 只有武学宗师才能创造自己的传承 林明这还是首次自创招式 当然他创出的这一招 其实是参考了大荒挤掘中的杀招屠戮 同时有邪神之力这一套变态的秘法支撑 原本以林明的秀为 自创招式的威力不会很大 可是因为以上这两点 他这一招的威力其实是十分恐怖的 算是妙手偶德机缘巧合之下创造的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一招是不能复制的 他只属于林明自己的招式 别人不可能学得来 除非他的体内也有邪神种子和邪神雷灵 这是我第一次自创招式 虽然参考了别人的招式 不过哪一个武学宗师自创招式 不是参考了其他的功法秘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一个武者当有属于自己的招式 别人的招式威力再强也是别人的 俗话说叫师父领尽门修行在个人 每个人修行那都是不一样的 一套传承自然是创造人依照自身的情况创立 最适合创造人自己修炼 也只有在他自己手上威力才最大 放到别人手上威力难免会打折扣 可是自己创造的招式却不同了 能发挥出百分之百的威力 在枪招中运含异警 攻击力骤然上升了一个档次 这几乎都是白邪神种子所赐 这邪神之力啊 实属世间第一奇功 我以前竟然坐拥宝山而不懂利用 真是爆点甜物 林明自嘲的想着 事实上也不能怪林明 邪神之力是一套独立于现有修炼体系以外的神奇功法 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 想要参悟他并不容易 当初那个神域大能在古迹中寻到邪神之力 也没来得及参悟多少 结果就在围攻千语圣地的战役中陨落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自创招式 以子炫枪为媒介 邪神雷铃为风 全身化为闪电 人枪合一 这一招我就叫他追电吧 自创招式之后 首先得给枪招取个名字 用追电来形容这一招倒是贴欠 这一招的速度堪比闪电 在图露之中融合雷之意境 我自创出追电 如果是其他枪招呢 林明这样想着眼睛亮起来了 在林明参悟雷之意境的同时 在通天塔第三层 一处酒楼之中 一个矮魔族男子手里把玩的折扇 脸上挂着淡然的笑容 战书下来了 你知道自己的对手吗 这矮魔男子正是天魔七星之一的开阳 在开阳的前面坐着一个巨魔族大汉 名为红钟 听到开阳这么说 他眼睛对视亮了 哦 开阳大人知道我的对手 通天塔三层的舞者 每两个月要参加一次战斗 对手可以自己找 也可以由通天塔根据个人实力安排 大多数的时候啊 舞者在通天塔忙于修炼 对手都是通天塔安排的 而舞者本身不到比赛当天 他并不知道是谁 这也就避免了去打探对方底细的可能 如果能知道对手是谁 提前有个准备 那当然是好的 我自然知道啊 开阳笑眯眯的说道 开阳投靠了黑暗尊主 在通天塔内可谓手眼通天啊 调查一个对手不难 红钟的对手正是林明 确切的说吧 开阳是先调查了林明 发现林明的对手后 才找到这个巨魔大汉的 开阳喝了一口酒 慢悠悠的说道 哎呀 嗯 我不但知道 还带了对方交手的战争阵盘 还有他的详细资料 举摩大汉一听玄机大喜呀 然而猛然想到了什么 又拿捏出苦涩的表情说道 哎呦哎呦 开阳大人啊 哎 你看上我身上什么了 哎 总不能白白提供情报给我吧 哎 安哥是个穷人啊 哈哈哈哈 开阳哈哈大笑 拍了拍红钟的肩膀 得了 少来哭穷吧 你好歹也是通天塔三层排名前五十的人 而且我还知道你还隐藏了一部分实力 其实你的实力能排到三十多名 在通天塔三层一共三四百的舞者 排名三十多名的舞者绝对是上游中的上游啊 在通天塔作战双方的安排自有一套规矩 实力排名相差不能太大 否则摆明了让人去送死 那当然不行 因此给一个新人安排战斗 自然不可能找天魔七星这样级别的对手 否则难以服众 原本行天在通天塔三层 也就是排名一百五左右的样子 勉强算中上游吧 林明击败行天 他的实力被认为可以排到一百二三 但是林明在二层修炼了八个月的时间 才来到三层 通天塔的管理层绝对乐得高估林明的实力 直接判定的修炼八个月后 实力级别前五十 这还不要紧 通天塔还专门找了排名前五十中 隐藏了实力的红中 给林明做对手 这才是林明的第一站 直接安排这样的对手 那真是黄鼠狼给击败年 没安好心 听到开阳说自己隐藏实力 举摩大汉的脸上笑容微微一僵 玄机勉强笑道 哎呦 我哪有什么隐藏实力啊 就算藏个一招办事 也入不了开阳大人的法眼 哎呀再说了 在这里谁不隐藏点绝活啊 俺在里边算是最差的 开阳不以为意的一笑 玄机微微严肃了起来 好了 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 长话短说吧 这次我不要你付出任何东西 只要你杀掉对方之后 能把他须眉界中的一样东西给我 便可 什么东西啊 巨魔大汉眼珠一动 能让开阳动心的东西 绝非反物啊 如果对手本来就不如自己 爆出一点实力就可以轻松战胜了 那么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白白送给开阳 那不当冤大头了吗 所以红中自然而然的警惕起来 爱魔祖以阴险狡诈著称 他可不想被人空手套白狼 红中啊 红中啊 你怕我坑你啊 我还能把你坑成白板呢 首先跟你明说吧 这个人按照常理算的话 实力不如你 不过他经常超出常理 因此啊 开阳说到这儿 故意一顿 卖了个关子 到底是谁啊 红中问道 告诉你 也无妨 林明 不 他 他是第三层的新人吧 第一站就跟我交手啊 红中有些惊讶 对林明 他也有所耳闻 富商战胜了行天 实力应该排三层一百多 当然了 林明又修炼了半年 可是这半年来 他们三层的舞者也没闲着呀 谁不是在压力下修炼呢 林明能进步一些 可也不会太多呀 嗯 明白了 这个林明啊 肯定得罪了人了 第一站安排给我做他对手 这不找死吗 不过不管怎么说 老子是赚了 红中心中这样想着 心情不错 能白捡一场胜利 再终止掉林明的连胜 估计也得有五六个杀戮积分了 这是一笔好买卖啊 他发现自己哪是红中啊 自己明明是发财啊 开阳猜到了红中的想法 嘿嘿一笑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赢定了 当初在通天塔第二层 血满行天也这么认为 不过他们都死了 红中的心中不以为然 林明确实是从一层到三层 从来没输过 但能在第三层的人 哪个不是一路胜过来的 连胜不算什么 红中认定了开阳 是来空手套白狼的 心中自然提起了防备之心 他缓缓的说道 开阳大人 我可不是行天啊 看来你还是不信我啊 林明须眉界中的那件东西 名为魂珠 对你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 它主要用于滋养灵魂力 你该知道的 我矮魔族在灵魂力上有些天赋 而对你们巨魔族来说 等同于鸡肋 这样吧 我出一千五百上品血沙精 待你胜利之后买些这枚魂珠 你看如何呀 一千五百上品血沙精 红中一愣 即便在通天塔第三层 这也是个大手笔 他之前隐隐的听说过 林明在灵魂方面的造诣不错 有这样一枚魂珠 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他还是不能相信开阳 谁知道这所谓的魂珠 有没有其他作用 如果是一件连尊主都为之眼馋的宝贝的话 一千五百上品血沙精 又算得了什么呀 除了这一千五百上品血沙精 我还可以把魔金虫借给你 如果你真能轻易的迎现林明 这魂珠你随意开架 我们再做商议 相反呢 如果你站的无比艰难 甚至还要依靠我给你的魔金虫取胜 那么一千五百上品血沙精 魂珠给我 开阳这番话 算是给足了诚意了 红中也有些诧异了 一向性情暴虐 喜怒无常的开阳 今儿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这魔金虫 可是开阳花费大心思培养出来的 算是他的压箱底绝招之一 竟然肯借给自己 虽然红中不认为自己与林明交手要用到魔金虫 但是能借机了解一下魔金虫的威力和弱点 日后对付开阳也会大有帮助 红中有他的野心 他想成为天魔七星之一 而开阳在天魔七星中算是排名靠后的一位 如果能够取而代之 再跟一个尊主攀上关系 那第三层的修炼资源可就任自己享用了 算来算去 自己都没什么损失 红中终于一口答应下来 好 既然开阳兄如此爽快 那我也就确实不公了 开阳心中一笑 红中果然不知道这黑色琉璃珠的来历 如果他知道黑色琉璃珠是行天所有 他编出来的谎言就不公自破了 行天也是魔祖 又怎么可能留一颗滋养灵魂力的珠子在身边啊 开阳一拍腰间的灵虫带 随着嗡嗡嗡嗡声大作 一团暗金色的灵虫如烟雾般飞了出来 围拢在两人周围 正是魔金虫 这魔金虫长得尖牙利嘴 猙獰凶恶 体积呢跟豆粒差不多 全身皮肤暗金色的甲壳 坚硬无比 刀腔不入 这种虫子专吃各种珍稀金属 培养起来成本极高 一般舞者想培育他们 那非得倾家荡产不可 也只有开阳这样的顶级舞者 能饲养这么一小蛋 一共也不过区区数百只的样子 红中看到这魔金虫眼睛对视亮了 这等奇虫如果能据为己有那就好了 双方对战 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放出这些魔金虫必有奇笑啊 这是林明的战争阵盘 全套都在这了 你最好能重视一下 这个对手不简单 免得阴沟里翻船 开阳扔出一枚须迷戒来 里面装了林明从进入通天塔后的所有战争阵盘 哈哈哈哈 放心 我一定帮开阳兄把魂竹取回来 红中哈哈大笑 把须迷戒握在了手中 时间过得飞快 距离林明进入通天塔第三层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这期间林明一直在参悟法则 他的意境之力已经愈发的炉火纯青 两个月时间 按照通天塔第三层的规则 必须参加一场战斗 才能继续留在第三层 如果申请延后 也可以 有些舞者闭关很长的时间 出来之后就需要一次性把欠下的比赛闭完 可是一般舞者可不敢这么做 比如一连闭关一年 出来之后需要连战六场 而这六场会在一天之内比完消耗极大 在通天塔一层二层连战个三四场 那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在通天塔第三层 这没人是弱者 连战六场那是找死 林少侠 这是您今天的比赛场次安排 还有对手资料 一个黑衣试者把资料预检送到林明手上 红忠 林明对这个名字自然充满了陌生 所谓的资料表上的资料 其实少得可怜 仅仅标注了红忠的实力排名为通天塔三层五十名左右 天魔纹身为六亿天魔后期 至于擅长功法呀 个人招式啊 以往交手的战争浮影类似的资料 根本就没有半点提及 不过林明也不在意 他从战胜行天之后苦修十个月的时间 雷之以敬自创招式 再加上对八门顿甲的初步开启 他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 林武胜 击杀对手获得十场连胜 累计一个杀戮积分 终止对方四十二连胜 累计四个杀戮积分 一共五个杀戮积分 在武斗场上 一个黑衣老者高声宣布道 几个工作人员上场来 把林武的对手给抬下去了 燃血的擂台提醒着人们刚才那一战的惨烈 作为获胜方 林武也是浑身是血 消耗极大 凭着一口气的撑着 他急忙吞下了一颗丹药 开始暗自飘息 因为击杀对手就能获得十场连胜 而单单战胜对手的话 只能获得一场连胜 所以三层舞者的战斗非常血腥 往往生死相搏 这样的战斗 对舞者来说压力极大 哪怕是继无惊生死的舞者 也难以从容啊 同样的战斗 翻听得了